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2号 星期日 三段视频的第二段 第一段我们探讨了 就是川普今天大任NBC记者 到底是为什么 好吧 第二段咱们说说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 CNNN 纽约时报 NBC 这都是怼川普的 就是说支持拜登的 支持希腊里 支持拜登 支持民主党的 左派的媒体 所以你其实对吧 你进了华盛顿邮报 你就知道他来干什么来的 就是来骂川普的 对不对 就好像你点开了 法轮功的自媒体 你觉得他怎么来 沟通新中国 对不对 不可能 对不对 那就前两天有观众特有意思 算了 不说那个了 特有意思 我又说 我说人家不错 偏让我说谁 我说就不错了 那个人在法轮功的媒体里边 都是算是很靠我们这边的了 咱说实在法轮功 他们那几个人里边 也有 还是我觉得还算是 就是说比较冷静的 对不对 不是那么特别煽情的 不是每次 人家都要跟你说哭的 还是有一些 还是正儿八经的 给你讲点历史典故的 对吧 你不能说一个都不能容忍 你不能这么搞 对不对 能接着 可怕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的知情的官员 披露说 美国情报机构 1月2月份 就接连提出了 全球疫情危机的机密的预警 但川普和国会议员淡化美国人 可能面临的威胁 导致未能及时采取 有助遏制疫情蔓延的行动 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川普1月份 把中国办了 2月份把欧洲办了 这算不算有助于遏制 疫情蔓延的行动 今天还有人给我们发来了 一段视频是CNN的 对不对 1月份的时候 川普办中国的时候 他们就说川普胡搞 这种时候怎么能把中国 就给边境 就办sutter the border 对不对 怎么能够办边境 对不对 川普就知道办边境 不让别人来 1月份的时候 其实还在骂 现在又开始指责了 指责川普边境关了太晚 所以他们就这么个情况 对吧 然后说什么情报单位 自1月起 就提出警告了 他说川普当时也没有想到 会变成这么厉害 然后就是说 当时没有拿出行动来 说整个体系都亮了红灯了 我觉得全世界除了金正恩 川普是第一个拿出行动来的 你剩下还有谁 他把整个中国当疫区办了 被华春莹怼的一头包的时候 那些人都帮着华春莹说话 对不对 这些媒体不要帮华春莹 华春莹邮报 纽约时报都在说 川普怎么能这么干 这是种族歧视 怎么能把中国人都办了 对不对 加拿大那时也笑话 他说我们不会这么做的 我们不是那样的国家 加拿大现在也把边境办了 对吧 两个月之后 川普是一月办的 加拿大是三月份 等到两个月之后 最后你发现还是川普做的 对 对不对 好 卫生部部长阿扎说 1月18号前都未能以川普 讨论新冠病毒 问题是什么 1月23号中国才封的城 对吧 所以1月18号之前 所以实在的 对吧 我们也是到1月20号 我们拿到了国内他机密文件 我们才知道真实情况 对吧 说实话 1月20号之前 我们也没有太担心 我们觉得反正就跟SARS差不多 对不对 到了1月20号 是他们把当时卫健委秘密文件 怼给我们之后 我们看到这我们也吓一跳 对不对 我们一看 我这怎么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也才知道 对不对 所以1月18号之前 谁也不知道 我也没有恐慌 对吧 我也是从20号开始 我才有点着急的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说1月18号之前 这东西怎么说 对吧 说等到有机会和川普通电话时 川普还打断他 询问有关电子源 何时能上市的问题 然后说CDC 国家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的主任 梅森尼尔 告诉媒体 说新冠病毒 可能已在美国社群之间传播 说民众日常生活恐怖 然后打乱 说川普打电话给他 抱怨梅森尼尔 吓坏了股市 这个是事实 川普一直担心股市会失控 其实他前面一直就是说 他手底下虽然干着事 但是嘴上他的不想引起恐慌 川普就一直想避免引起恐慌 这为什么上来 刚才我们第一段说 NBC记者跟什么吵一吵了 就是NBC记者 就是觉得老百姓怎么还不恐慌 恐慌的力度不够 华盛顿邮报 其实也这样 其实华盛顿邮报 NBC 包括现在中国的这些自媒体 或者官方媒体都一样 他们就希望美国民众能够更恐慌一些 能够上街游行 能够最好是暴乱 烧插抢捋 其实不都是这样 现在整个不就是在煽动这种情绪 对不对 其实不管是 我觉得现在就目前在美国 我们上能看到的媒体分三种 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背后支持的媒体 这种媒体就不用说了 它的目的很明显 另外一种就是说什么华盛顿邮报 NBC CNN 纽约时报 这种就是说民主党那边的 很明显 今年11月 只要我们能把川普干掉 我们能当总统 不惜一切代价 另外一种就是Fox GNBC 这种就是说向着川普 完完全全然 像是川普 对不对 向着共和党这边的 好吧 华盛顿邮报反正就这么个意思 对不对 然后华盛顿邮报说 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在2019年的1月8号 就是说去年的1月8号 执行了一次演习 模拟流感大游行 演习揭露出 比官僚体制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美国无法快速生产 必要的医疗设备 应援物资和药品 包括抗病毒 药物 针头 注射器 N95口罩 呼吸击倒 说这些都是严重的依赖进口 那个说川普当时没有采取措施 我要是没有记错 到2018年开始 川普在喊的就是什么 跟中国打这场贸易战的时候 为了什么 纳瓦罗的知名中国 说的是什么 说的其实都是这些事 不光是医疗设备 很多的设备 为什么跟中国打这场 中美贸易战 就是因为美国太多的产业 和产业在中国 这对美国整个都是不安全的 不仅仅是医疗设备 川普打这场中美贸易战 就是想把这些医疗设备搬回来 但是在2018年 在2019年的时候 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 CNN在说什么 说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 川普是个神明病 只有傻逼才会相信 这些基础设施 这些工业 这些工厂能够搬回来的 它是不可能搬回来的 他们都觉得川普疯了 告诉川普 forget about it 忘了他 制造业不会回归的 他们他们走了 他们再也不会回来的 你可以跟中国打 让他们去转移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回到美国的 这是2018年 2019年初的时候 他们在跟川普说的话 那个时候 他们不知道医疗设备 应援物资 物品 这些东西 大量的依靠中国吗 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告诉川普 你不要想了 他们回不来的 然后现在开始抱怨川普 说川普你怎么不跟中国 打一场中美贸易战 为什么不让这些东西回来 你为什么不解 他妈的川普不在解 问题 谁解这问题 2018年2019年 跟中国打的最凶的是谁 在后面拖后腿的是谁 现在出来抱怨这种东西 真的是1月份嘲笑川普 关城门 3月份嘲笑川普 关城门关的太晚 是吧 2018年2019年的时候 嘲笑川普竟然还妄想着 要把美国的制造业回归 觉得川普是不是傻逼 是不是傻疯了 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了 没有人能够做逆历史的倒车 然后2020年说 川普 为什么美国的这些制造业 大部分的医疗设备 都要依靠中国进口 你当时在做什么 这就是华人队邮报 这就是左派媒体 反正大意就这么个情况 好吧 这是第二段 然后第三段 我们说说 Fox在干什么 Fox你一听这名字 你就知道 这肯定是挺共和党的 挺川普的 对不对 好吧 这段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来讲第三段